用的是MDB Viewer Plus 这个Free的软体 刚刚从网络上抓下来还蛮好用的 我觉得好像基本上 WSS的功能这个都有了 虽然说没有那么强大 但是该有的都有了 那我已经把它写过去了 那最后的话可能你会需要 哪一天我需要怎么样 再把它全部抓回来的话 怎么做 那其实你想说 好像这个地方我是没讲过 不过其实我们回头看一下 其实网路上云端白板 就有这个资源 在哪里呢 在地址合并里面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 地址合并里面的那个程式码 地址合并完成程式码 这边打开来 其实我们前面的地址合并 就已经教各位做查询的动作 那你往下找会有一个什么呢 利用那个 往下找应该是不是用 这边ADO的地方 那我们其实可以利用什么 这个栏来改 那我先把它直接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的话 各位往下找 找那个ADO的部分就可以了 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我用哪一个来改比较好的 用 这边好了 利用ADO 这个太长 我往下找这个好了 就是 关键字这个好了 利用ADO 查邮递区号 这一个 然后呢 把这一段程式码一直到end sub end sub 这个地方把它copy一下 其实利用这一段程式码呢 我就可以再从 资料库里面 把刚刚批示写过去的资料 全部再把它抓回来 那怎么做呢 首先Ctrl C 特别是因为我是抓哪一个呢 抓这个 利用ADO查邮递区号的这一个 那把它Ctrl C之后的话 再切到哪里呢 切到我们的这个 贷款计算的范例 The Visual Basic 然后记得 切到模组里面 我们用模组来做好了 我们直接在模组做 把刚刚的程式码贴上 贴上之后呢 特别注意哦 把这个改一下 利用ADO查询 这边把它改一下 查询 防贷资料好了 比如说防贷资料 这稍微改一下名称就可以了 防贷资料 第一步 OK 那后面传的参数 关键字三个字 把它删掉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询打错了 OK 就是利用ADO查询 防贷资料 或者查询 查询 防贷资料 那 接下来底下的部分呢 需要改哪些呢 其实 以后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是查询的话 这个都不要动 这个也不要动 上面是 Connection ADODB Connection 是连资料库的 好 那ADODB.RECOSET 是连接资料表的 OK 那再来Connection 底下后面的话 需要改一下 就是这个名称 这个叫地址.MDB 那不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资料库是叫做防贷 防贷什么的 点ACCDB 我想这个名称的话 应该没有问题吧 ACCDB OK 所以记得哦 不要打错任何一个字 然后这个斜线呢 也不要 不要 不要把它不小心删掉了 之前就有同学不小心删掉 就一直没办法连线成功 这个是根目录的符号 再来的话呢 SQL语法是 Select 查询 所有的栏位 Flung呢 这里是地址 那刚刚我同学提到就是说 那我 我所有的资料 我是不是要全部查回来呢 不见得 你可以后面下一个参数 当然这个地方有下参数 那如果我不下参数 我要全部把它抓回来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Select 所有的Flung 因为我在房贷里面有一个房贷的一个资料表 所以我把它再打一个房贷 这个房贷指的是房贷资料表 后面加一个双引号 就是Select 查询 所有的资料 所有的栏位 Flung 房贷 也就是把所有在房贷资料表里面的所有资料 帮我查回来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MyRS里面 他查完 确定有这个资料表 那就把它放在这里 OK 那我们已经有一个资料在MyRS这个物件里面 它在记忆体里面 接下来的话就是你要放在哪里 所以我必须在底下 新增一个 新增一个工作表给他 新增到最后 这个前面讲过 那名称的话 这边是关键字 把它改一下 叫做房贷 房贷的一个资料表 或者是房贷所有资料 OK 那这个资料表名称 就自己再定义一下 也就是说 我新增了一个工作表 然后名称叫房贷所有资料 那再来就是说 把第一列放栏位名称 特别最好这个是栏位名称的写法 这三行是写栏位名称 再call到A2里面 然后再来要不要切回到序的1呢 这个我想不切回去好了 那这样你可以把它注解掉 OK 然后其他就不改了 所以我刚刚只有改了几个地方 第一个名称修改一下 这个不要 第二个这边把它改一下 那再来的话这边改一下 这边改一下 其他应该没什么地方好改的 好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当然如果说你要测试的话 你可以直接怎么样 直接在这个地方 我按F8好了 组航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按F8 然后它就组航 编绍 谢谢大家